各位,还记得来进入世界之前,我们商业了战术吗? 快走,动手! 行动! 行动! 恒星级初级,用来对付恒星级高级,就这个! 我们准备的礼物当然不成一个,熬谷!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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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了,你的速度我们跟不上! 在这里分散开来非常危险 是 你是恒星级九阶的精神验试 赤混头目残骗在你手里 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考核期间就教你保管了 爸爸他 让他逃掉没事吧 放心 他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不过他是白虎娄弟子 不知道和诺兰山有没有关系 下一步便是搜集风角石了 在整个雷霆世界 只有风雷峡谷有风角石的存在 距离我们三十万公里 需一个月才能抵达 事不宜迟 出发 恒星级就有了领域 不明材质的暗器 独特的战术 这支地界小队还真人意外 下次 也不会这么轻敌了 还有八千多公里 明天就能到了 幸亏这一路上 有爸爸他帮助警戒 才躲过了路上的几波凶兽 这里是平原地带 凶兽的视野极为开阔 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放心 只剩一天路程 不会是 十电头方向 二十公里 有三只凶兽 好快 好险 这下没有凶兽追来了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不得了 差过一百趟 四面八方全都是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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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我们直接身空飞走吧 不行 那样我们就暴露在了整个平原上 会引来更多的兇手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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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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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牛银护卫 牛银护卫 这下总该安全了吧 二哥 每次你一说安全就会出事 小心 二哥 怎么样 大哥放心 死不了 这个撒碎鸟以我同为雷手心 但他的雷电之力更为霸道 我的雷电在他面前不起作用 无法抵御他的攻击 就是雷损 其身上裹鸟的雷电是雷霆世界独有 我说了 虚无法抵动 我看着我 是 我说我 我看着你 还真是 你 我看着你 他便会趁机偷袭 这个混蛋 小心 出手 快走 你们最好别再跟他们撤伤关系 罗峰 你又该如何应对 没关系 封面 准备 的 不许 不许 但是 请 高强的力道 和我之前碰到的对手完全不一样 欠余身 他在刺濡我 欠余身 九次 他给了我九次机会 我都无法伤到他 竟然这么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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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决战空间默认的邀请的机制是同级舞者 白衣是恒星级一级 他是如何挑战胡歌的 他赢了你们之后 重新设定了自己的等级 我调查过了 他今天只向你们三个发起了挑战 他是冲我们来的 究竟有什么目的 三弟 你认为红阁与白衣这一战 谁能抵 痛快 我连战六百九十无常 跟你一比 其他对手根本上不了台面 再来 你当然将红队连到台湾 对手根本上除了 十无常 从但是 你下海 条线 想把 的 美 最適合 ? Miami ! 杀手 你的领域比我强 当你刀法 这么精妙 我在杀戮场苦休一个月 在领域枪法上又进一步 现在 我要施展出这一招 绵绵 无需期 你曾经在树间月圣 一个行星级九阶小子 竟然是领域三重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居然在紧要关头 从领域二重巅峰 突破到了三重 这是什么级别的天赋啊 太恐怖了 好强 如果我在行星级九阶 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杀手 你是第一个 将我逼到如此绝境的人 你拟得了我的功 面对真正的枪筹 我们根本不堪一斤 赎了是好事 赎了才能发现自己的过程 这样才能进步 三位 是他 我的本名叫姬青 你叫什么 我叫红 这是我二弟雷神 三弟很不风 学战空间有那么多高手 你为什么偏偏选我们三个 我是受人之托 有位大人想见你们 明玉大人 人我带来了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虚拟宇宙公司 驻黑龙山帝国的一名外部执事 我叫 明玉 哇 宇宙二型拟宏碧会章 这个人的实力 最低不会低于玉柱级 玉柱是足以令宇宙 初等文明帝国精颤的存在 居然单独召见你们 快问候大人 明玉先生 我在杀戮场观察了你们一个月 几乎是全胜的战绩 这很难得 只是你们长期待在这里 是在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可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 已经在技巧和经验上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为何 你们依旧无法突破 我听说你们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这点提升 对你们在实力上的差距 没有任何弥补作用 你们需要的是基因 灵魂和血统层面的提升 只有面对真正的生死考验 身体爆发出的求生本能 才能逼迫你们进化 继续待在杀戮场 你们只能困在恒星级 再难进步 原来如此 我总算明白 这一个月的空虚感 爸爸他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们在杀戮场继续待下去是浪费时间 对你不是 你有金角巨兽身体 只要按照我的计划 持续吞噬八十九倍效率的金属组合 不出几个月 金角巨兽就能突破宇宙界 你的人类分身也会相应提升 犯不着去冒险 那大哥和二哥怎么办 主人给我的任务是培养你 而且 摆在眼中的诺兰山危机 你们唯一的筹码是金角巨兽 当然是优先提升他的实力 等金角巨兽再强点 再去冒险更保险 金角巨兽即使是巅峰血统 也不能靠这么温和的方式变强 如果诺兰山派出的对手 实力在宇宙级六界以上 我们该怎么办 怪不得我们那么拼命战斗 身体基础都没多大进步 我们提升最快的 也是大涅槃这段 拿命拼杀的时机 凝玉先生 您和我们说了那么多 可以表明来意了吧 虚拟宇宙公司 在众多宇宙国搜集天才 你们两个属于三级精英 以行星级九级就达到领域三重 十一级精英 符合虚拟宇宙公司的培养条件 那基青小姐是基青 她是特技 你们如果加入 我们会为你们制定 严格的培养计划 包括生死冒险 而且为了提升你们的存活率 我们还会免费为你们提供 血统净化剂 那是什么 浩瀚宇宙 人类族群数量庞大 血统繁多 不同的血统 净化效率不一 宇宙中很多种族 成年后都是不入流 这是宇宙人类血统排行榜 常见的奴隶种族 成年仅能达到学徒级 根基浅薄 很难获得较高成就 有些种族 成年可以达到行星级 初步拥有在宇宙中生存的资本 但上限仍然不高 成年达到恒星级的种族 根基尚可 能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成年后达到宇宙级的种族 根基较深 修炼往往事半功倍 更易突破 某些种族成年后 甚至能直接成为御主 比如满卡星人 地球人类只能排第九等 第九等血统的种族 诞生出两位恒星级一级 一位行星级九级 可见你们的天赋 但你们又被血统限制着 激青的天赋 有赖于它强大的血统 这是你们无法跨越的鸿沟 但血统净化剂 能让你们的血统 跃升至中等根基 那我们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培养期间 你们会被严格管理 不过这些束缚 对渴望变强的你们而已 根本不算什么 怎么样 你们可愿加入 就会不会被人的负责任 就会不会被人的负责任 对温暴望变强的 所以我们的美容 也会不会被人的负责任 如果被人的负责任 不过这种负责任 不过那种负责任